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一格上来三分,抛头后首截战霸,活塞以27,比12领先15分。 次截上来,米哈伊柳克连续标中,三分率队打出8-2,再度拉开分叉。 凯尔特人缓过进来,迅速回进一波9-2。 格兰特打成2加1稳住局势,随后双方开始,你来我往互有得分。 后半段几乎成了螺丝,格兰特对标塔图姆,复朗。 半场战霸活塞以55,比40领先15分。 半场格兰特18分,罗斯11分。 一边再战,汤普森、布朗和拿6分缩小分叉,萨迪克贝,迅速3分稳住局势。 但是塔图姆和布朗,又和拿6分,进一步缩小分叉。 活塞不甘示弱,连续命中3分,回进一波8-2。 塔图姆则再度发威,连续得分绿队,打出10-2追到5分。 又各自得分后,三节战罢,活塞以79,比73领先6分。 莫杰开打,布朗上来,就连拿7分反超。 斯图尔特迅速,连拿4分重夺领先。 随后双方,持续僵持,底分也交替领先。 塔图姆突然发威,连中3分率队打出一波10-2,领先5分占得先机。 格兰特连头待发拿下,4分追到只差1分。 凯尔特人,连续投丢,罗斯上篮命中反超。 双方都连续投丢,萨迪克贝,关键两罚锦衣中。 最后25.5秒,凯尔特人落后2分。 塔图姆,司马特连续投丢。 普拉姆利关键两罚,锦衣中留给,凯尔特人5.6秒。 布朗投丢,活塞获胜。 凯尔特人这边,司马特13分9柱。 塔图姆,28分6百。 布朗25分9百。 地格12分,活塞方面。 格兰特24分。 萨迪克贝,17分6百。 杰克骏11分。 罗斯17分。 普拉姆利,8分15百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